大家好,我是可乐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经典科幻美剧 X答案第七季的第五集 急速快感 当你尝试过超能力的快感 你是否还愿意回到从前的平凡人生 小镇外的一处森林 这里挂着禁止进入的牌子 托尼开车穿过指示牌 原来同学麦克斯以及瑞恩 约定托尼来到这里见面 麦克斯说这里藏着很有意思的秘密 前提是托尼必须保证不准说出去 这时候一辆警车来到这里 托尼一回头 麦克斯和瑞恩居然瞬间消失了 警车上下来一名戴着眼镜的副警长 你们几个大半夜的不睡觉来树林干嘛呢 副警长走进树林 想将麦克斯和瑞恩也揪出来 仅仅过了一秒钟 守在外面的托尼听见后面 传来一声闷响和警长的惨叫 等托尼走近 发现副警长已经被砸死在车内 凶器正是他的手电筒 画面一转目的和戴娜收到消息 赶到当地警局 现场没有发现其他人 20岁的托尼成为了唯一嫌疑人 因为手电筒上有托尼的指纹 穆德认为托尼是冤枉的 丹娜为警长做了尸检 死者的致命伤非常惨烈 头骨已经完全碎裂 很难想象一个手电筒 会造成如此大的伤害 20岁的托尼虽然是个青壮年 但是也绝对不会有这么大的力气 穆德和丹娜找到托尼谈话 正好与探视托尼的瑞恩擦肩而过 托尼始终坚称 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在场 随后就开始拒绝回答穆德的所有问题 绘画结束后 穆德和丹娜认为托尼知道凶手是谁 或者是为了保护凶手 或者是受了凶手胁迫 总之托尼有所隐瞒 当时树林里还有托尼的两个同学 麦克斯和瑞恩 托尼并没有向警方供述出二人 这天是其中考试 麦克斯迟到了 然而他不慌不忙 在考试结束前的一分钟来到教室 并在几秒内完成所有答题 还保证了百分之百的正确率 这让老师非常震惊 由于曾在警局见过探视的瑞恩 穆德和丹娜又来到大学找瑞恩谈话 丹娜说托尼才20岁 如果找不到凶手 他将有可能要蹲一辈子的大牢 听说托尼将有可能被判无期 瑞恩显然心软了 他告诉二人托尼不是凶手 正当他想说出真相的时候 男友麦克斯来到了瑞恩身边 瑞恩只能及时闭嘴 穆德在笔记本上看见了麦克斯的姓氏 得知麦克斯的父亲是小镇警长 就在这时候丹娜接到电话 那把作为凶器的警用手电筒不见了 工作人员调取了当时的监控 可以看到警长当时将凶器锁进了柜子 随后警长需要按程序向凶器转移 没想到开锁的一瞬间 手电筒就在他们的眼前不翼而飞 他们想了很久也没研究明白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只在现场发现了一块类似于瀝青的物质 穆德反复观看监控 他将画面停格在了开锁的一瞬间 可以明显看见有个影子闪过 影子的速度非常快 只出现了一帧 也就是二十五分之一秒左右 穆德将这段监控交给技术部门 通过沙卡显色技术给那段影子上色 可以依系辨认出一段色彩 类似于麦克斯和瑞恩就读的大学校服 这段也太牵强了 都糊成这样了 你呀还能辨认出是校服 画面一转 托尼的母亲将他保释了出来 母亲想询问前因后果 可是托尼拒绝与母亲交谈 母亲离开之后 托尼发现麦克斯已经在楼下等着他了 原来托尼和母亲刚搬来小镇几个月 麦克斯和瑞恩是托尼的唯一朋友 这也就是托尼宁愿坐牢 也不愿意供出他俩的原因 麦克斯觉得托尼很够义气 他向托尼展示了自己的超能力 麦克斯能够以肉眼看不见的速度移动 没人知道他是如何获得这种能力的 麦克斯打算让托尼成为他们的一员 托尼并不明白麦克斯所说的一员是什么意思 不过他感觉那一定不是什么好事 上次的其中考试结果出来了 麦克斯即便是保持了百分之百的正确率 依然被老师判定为不及格 因为老师认为他作弊 这让麦克斯非常生气 可没想到疯狂的麦克斯为了报复老师 居然直接在食堂当着众人的面 使用超能力将老师给活活打死 穆德和丹娜赶到现场 得知几个小时前 老师因为判定麦克斯考试不及格 而与他起了矛盾 也就是说麦克斯是唯一拥有杀人动机的人 但是由于麦克斯的移动速度非常快 所以目击者都没有看见凶手是谁 所以即便是穆德猜对了凶手 也无法将他定罪 正当穆德打算找麦克斯问话的时候 却得知麦克斯刚刚晕了过去 正在被送往医院急救 托尼询问瑞恩麦克斯怎么了 瑞恩却告知托尼知道的越少越好 既然瑞恩不愿意透露 托尼便打算自己寻找答案 他开车悄悄跟着瑞恩来到了那片森林里的禁区 见瑞恩跑进了一个山洞 冬雪里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束光线 托尼好奇地进入这片光区 整个人瞬间就斯巴达了 他出来了 他又斯巴达了 巴达了 达了 莫德来到医院探视麦克斯 他的警长父亲正陪在身边 警长非常关心儿子 言语里对莫德和戴娜表达着不屑 人家是FBI 你只是一个小镇警长 例行问个话还能把你儿子问死怎么的 麦克斯拒绝承认自己犯下了两起凶杀案 戴娜查看了麦克斯的检查结果 他的身体表现出了很明显的戒断反应 所有技能都在逐渐消退 莫德猜想由于他的超能力是借助外来能源 他必须及时补充能量 戴娜却说麦克斯说出真相 因为这种戒断反应会摧毁麦克斯的身体 一边的警长显然被莫德和戴娜说动了 他也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儿子 见麦克斯还是什么都不愿意说 莫德向警长提出需要搜查麦克斯的房间 然而警长拒绝了二人的提议 他说儿子并不坏 只需要小小惩罚一下就可以了 再说万一真的搜出凶器什么的 他儿子不就毁了吗 能理解这位父亲的想法 可是这样对麦克斯就真的是好事吗 戴娜又查看了麦克斯的X光片 他的身体已经快散架了 到处都是拉伤骨刺 很难想象这是一个20岁青年的身体 莫德在麦克斯的鞋底 发现了出现在案发现场的瀝青状物质 所有证据都与莫德的猜想对上了 这个时候按照惯例 戴娜当然要反驳上两句的 怎么可能 这么快的速度移动 人很快就会散架的 对呀 所以他散架了呀 晕过去了呀 住院了呀 戴娜再一次被莫德怼得一失欲色 就在这时候 他们却得知麦克斯失踪了 原来瑞恩溜进医院 将虚弱的麦克斯运到了那个禁区 重新汲取能量的麦克斯又满血复活了 但是他已经无法停止杀怒的欲望 不管瑞恩如何劝说 他都打算除掉那些让他不快的人 麦克斯走后 托尼也跌跌撞撞的来到了山洞 超能力的快感让托尼感觉很刺激 他是来补充能量的 瑞恩告诉托尼 麦克斯已经疯了 必须想法阻止他 警长来到麦克斯的房间 他在这里发现了很多双被磨坏的运动鞋 以及杀死副警长的手电筒 警长不敢相信儿子居然真的是凶手 就在这时候麦克斯回来了 他抢走了父亲手里的电筒 丧心病狂的他居然还想杀死父亲灭口 危机时刻托尼冲了进来 他抢走了警长的配枪控制住了麦克斯 受伤的警长被人发现送进了医院 穆德认为现场一定有人冲进来阻止了麦克斯 而他也同样获得了超能力 穆德猜想这个人就是善良的托尼 深夜瑞恩带着托尼再次来到那片禁区 他们的身体机能正在衰退 必须及时补充能量 可没想到麦克斯已经比他们先一步赶到了这里 由于麦克斯及时补充的能量 此时的托尼和瑞恩都不是他的对手 麦克斯认为自己遭到了背叛 他丢掉了托尼的配枪 打算赤手空拳扭断托尼的脖子 没想到一边的瑞恩趁着二人打斗 及时补充的能量 他捡起配枪偷袭了麦克斯 瑞恩说自己已经无法回头 于是选择自杀来结束这一切 等穆德和丹娜追查到了这里 只剩下麦克斯和瑞恩的尸体 还有受伤的托尼 他们将托尼送进医院治疗 穆德将那个奇怪的山洞告知了相关部门 然而地质学家却没有在那个山洞发现任何异常 穆德想也许那些能量只对年轻人起作用 为了以防万一相关部门还是使用水泥封住了那个山洞 病床上的托尼只是肌肉拉伤 丹娜说他很快就会恢复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就在二人走后 托尼非常焦虑地盯着时钟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山洞里的能量不只能够提升速度 还会提升人的智力和身体各方面的性能 但是必须按时补充 不然身体的各个机能都会下降 速度变得缓慢 智力也会下降 也就是丹娜所说的戒断反应 瑞恩是最早发现山洞的人 他首先将这个秘密告诉了男友麦克斯 超能力使得麦克斯的欲望越来越膨胀 并开始反过来威胁瑞恩听命于他 加上后期的阶段反应 以及身体出现的一系列损伤 让瑞恩意识到这种能量是可怕的 他并不想让托尼触碰到这个秘密 然而托尼还是通过跟踪瑞恩接触到了能量 结尾瑞恩选择自杀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 他认为麦克斯黑化有自己的责任 再说杀人是重罪 杀了麦克斯 他也要面临牢底坐穿 第二 他意识到能量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 一旦停止摄入能量有可能导致他们死亡 但是他已经厌恶了每天补充能量的日子 于是他选择自杀来结束这一切 所以当秒针走过十二的时候 托尼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当然这是开放式结局 我个人还是希望托尼能够挨过去 毕竟他是个好人 如果您喜欢这部美剧 该怎么做不用我多说了吧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爆肝的动力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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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